第一次踏車 場景色其實就是他們的 新年的意思 從4月13日 14日 15日 都會有活動 以前鋪水的話是象徵新年新興往的感覺 那現在有點變成是一個 party 一個大家就是狂歡的時候 據說誰都能在考上最SHI的地方 最多action的地方 現在呢 我就要去搭 BTS 前往 Xilom 站 據說最大的場合就是在 Xilom 站 考山路那邊是比較多外國人 那泰國人主要都是在 Xilom 站 我覺得我前面有一點不妙 太久了 逢他們好了 Hey! Happy Sokran! What is your channel? Scott Yeah How do you feel? S-C-O-T-T S-C-O-T-T Yeah OK Open 剛才那群小朋友非常可愛 還問我說我的頻道名字叫什麼 可惜是說是中文啦 所以沒辦法讓他知道 泰國真的很棒耶 大家都非常的友善 就是要去 Xilom 大家要做我完全準備了 好 就是這裡了 從這個沙拉丼這邊 開始就是最可怕的 所有人都是來這裡 總算最瘋狂的地點就是在這裡啦 OMG 好吵喔 樓下剛才突然震歡呼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現在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開始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人 What's the stream about? 這邊有一堆不知道是怎樣 是大家不要的還是 開始啦 OMG 這邊都是賣水槍的 要參加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水槍站 好像不喜歡清 basement 就是要來到水槍 好像帥 有爆動了 可以直接在舞蹈嗎 天 confusing OK 喔! 喔! Oh my god! 旁邊都是汁水的 湖水站 打仗不喜歡今天雞肉丁 我先來吃個海南雞飯 吃飯 站過來直接我先吃一點 海南雞飯因為我從早餐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 這邊整個吃飯 陸泥就是會被拆了 連旁邊都會被拆了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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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在這裡 太冰了吧 欸 這是用冰的水吧 很涼 我覺得這一定是有用冰塊的水啦 看 眼睛要保護好 因為裡面有些是有鹽的 如果你要來 你的蛋也呼不去 我保護眼睛太耳眼睛 哇 哇 你沒有水下 你還是會被攻擊 喔 而且我們公開是超病的 看 好可怕喔 一定是我自己一個人走在這邊 都還說 會被攻擊 好可怕喔 真的狂暴攻擊耶 好可怕喔 一定是我自己一個人走在這邊 都還說 會被攻擊 兩邊都擅長 你可以自己選一邊 走過去要走回來 很high 非常high 然後路邊很多 賣吃的喝的都有 一個歐姆蛋飯才二十半而已 超便宜的 哇 哇 竟然連警察都敢用 OK OK 出閃完手看 出閃完手看 OK 出閃完手看 Thank you OK 現在我現在 開始涉及別人了 終於買好我的水槍了 所以如果想要有什麼 所以如果想要有什麼 就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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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到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 可是我現在 因為 我現在 我現在 在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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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ZY YES 在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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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no 好 快速 大游 一次 兩位 快速 他快速 在泰國 一燈 好,大家好,我從Celon回到我們的Huzzle的路上 然後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如果你沒有來過泰國的潑水節過 我推薦大家一定要來 全世界就大概只有這個地方 能夠有這麼high這麼歡樂的這種潑水節 很值得大家來體驗看看 不過我也知道大家看完影片 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都沒有比基尼辣妹 好,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大家可能會想說 泰國應該很開放啊 很多比基尼辣妹可以看啊 潑水節可以看他們濕身這樣子 但錯了 其實泰國政府呢 有明文規定說 規定比較嚴格 是不能使用粉末跟泡沫的 所以所有的泡沫都不能再用 好,當然 那個穿著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穿著太裸肉的話 就必須要罰款 甚至是要被關起來 所以這也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要來的話 記得衣著的部分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我發現有一個很好玩的喔 就如果你在潑水節的期間來到曼谷啊 你搭嘟嘟車的話 基本上這樣好像是一種默契 就是說 大家可以對你潑水 請,如果要搭嘟嘟車請你三失而後行 因為真的,有可能搭下去 就是全部人都在對你潑水 這邊小朋友也玩得很嗨 明天我一樣會盡量帶大家去不一樣的地方 感受一下什麼看的氛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vlog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我們該個人被撥爆了 然後 喔 喔 喔 !